我叫崔文基,是一名90后,在中华遗嘱库工作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那平时的一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接待60岁以上的老人 工作套装,细框眼镜,扎起了马尾 今年25岁的崔文基是中华遗嘱库的一名法律专员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遗嘱和继承方面的法律咨询 帮助他们定制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 您除了写遗嘱之外呢,在里边可以写一些给家里人呀,亲戚朋友呀 可以啊,我是想呢,把这个幸福留言呢,和那个遗嘱一起 因为我提前记得,他们就知道了嘛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那你可以在底下这个地方打一个勾 本人去之后,也就是说子女来写遗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 对对,给他看看 对对,好好好,行,我就按您所说的这个,我写吧 从业以来,崔文基为近百位老人提供了遗嘱层面的法律服务 他坦言,出入行时,这份特殊的工作曾为他带来不少困扰 最初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我说,我是去这个公司主要的负责一些工作就是给人做遗嘱 那他们听到之后都是表示很诧异,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按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 还是不是很吉利的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更多的愿意去追求一些比较高大上 不愿意说跟一些老年人做一些特别亲密的一些接触 毕业于法律专业,相较于在法院律所工作的同学 崔文基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从独特的角度去见证不同的人生,有别样的意义 那比如这份就是,有一位奶奶给她的孙子写的幸福留言卡 那其中写到,亲爱的孙子,当你看到奶奶给你的幸福留言时 也许奶奶已不在人间,但就是奶奶在天上也高高兴兴地看着你幸福成长 除了对下一代的美好祝愿,遗嘱事中更多的是亲人间的今年沉淀的情感羁绊和纠葛 这对90后姑娘崔文基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因为这个阿姨呢,当时是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呢,很早就分开了,有一个孩子 但这个孩子始终是跟爷爷奶奶生活的 阿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跟孩子见过面 可能也是因为双方一个矛盾 那阿姨认为幸福留言卡是一个很重要的物品 就把这个唯一的几张照片做了一个精心的裁剪 贴在了幸福留言卡上面 在崔文基的帮助下,这位阿姨将多年积压的心理画和珍贵照片 以留言卡的方式邮寄给多年未见的孩子 实现了自己半生的心愿 为了更好地和老人沟通 崔文基一面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把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转化成为老人们听懂的家常里短 一面提升自己的交流能力 以一个小孙女的视角和老人真诚沟通 逐渐收获了老人的信任和认可 在她看来,能通过所学知识帮助一个个家庭 一切都非常值得